好,欢迎小朋友们回来 这一刻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Cold Monkey 编程的距离 然后呢,到了第三关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是要做什么 好,我们看这个提示上面就是 You can use the ruler to measure distance 就是说,这个猴子呢,可以用这个尺子来量一下这个距离有多远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猴子大概有走多少步能够到达这个香蕉 好,我们点击OK 然后用尺子,用鼠标点击一下 把它放在这个猴子的身上 好,量,OK,是19步 好,那就是说猴子要走19步就可以拿到香蕉了 我们把这个数字改成19 好,我们再转一下看看结果 好,非常好 这一关我们就这样过了 那我们再readway一下 我们自己用尺子再量一下 用鼠标左键点击一下这个ruler尺子 然后把它挪到猴子的身上来 然后再按一下左键 好,然后这样尺子呢 用鼠标往记录挪动挪动 好,20 你会发现刚才我们填了19 但实际上它到这里是20 因为这个尺子它在这个香蕉这一块 只要猴子碰到香蕉,它就可以算是拿到香蕉 所以,其实看 从19,18,20,或者21 它都可以算 所以这是一个距离 不是一个特别精确的距离 你只要尺子能够碰到这个香蕉的位置 它都算是可以拿到香蕉 OK,好 好,我们再来 我们把它改成20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转一下 好,再来看看下一关 这一关稍微有点难度了 我们看一看这个提示是怎么说的 You can make the monkey turn to the banana by using turn left or turn right 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让猴子通过左转或者是右转的方式 来转向这个香蕉 因为我们开始看这个图片上 猴子其实是没有直接面对这个香蕉 所以如果让它直接step的话 它就会直接沿着这个往上的方向走 它就不会走到香蕉那里去了 好 那这个香蕉呢 是在猴子的右方 所以呢,我们让猴子右转 但是它这边写的是 turn left 然后呢,再step 我们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先让猴子左转 然后猴子再往左走十二步 我们看看结果 好,忽然是猴子是左转 走十二步 所以呢,它走的方向不对 那好,我们看看提示 Use turn right instead of turn left OK,好,我们现在让它 turn left 改一下 改成 right 好,这个下面有这个 right 这个符号 我们直接从鼠标点击一下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 run 一下 好,这个成功了 好,恭喜小朋友 我们又学会了一个新的指令 turn left turn right 好,这一关我们就学到这里 好, 달 你 Advisory 感谢观看